坐辦公室經常有痛症問題的發生 而壓力帶都會令身體有不好的身體姿勢出現 今天就講解一下伸展運動如何幫助舒緩痛症 可惜之外我們手會放在鍵盤上 頭部會有前傾動作 肩膀會縮起 身體有後窩的情況 另外腳會吊起 其實這個動作我們很容易集中到精神 但長遠來說會產生頸痛 背痛 上背痛 腰作出神經痛和小腿的肌肉會繃緊 壓力緊張過大時 我們有時會覺得頭後方好像包著頭 要把下巴收進來 跟著兩隻手按著頭頂 是能挺胸 慢慢蹲下頭 如果坐下寫字樓 感覺到上背有點痛的情況 我們在辦公室有一個急救的方法 首先我們先找一個長身 手掌按著手指向上 推前身體 然後把身體轉向後 看出去 我們放鬆腰部肌肉 我們很想把盆骨的前方的肌肉 儘量打開 一隻腳是不貴的 後腳有腳貴的 然後把前面的肌肉推前 把盆骨推前 對 然後把身體的脊柱拉直 然後舉高手 然後把身體轉向後 我們很多時候工作都會吊起一隻腳 會令到我們的小腿肌肉 比較繃緊 我們可以找一個按球 我們按一下小腿 對 後面的窩位 我們試試 用一點力 就是按一下地板 然後把盆骨的上壓 推動一點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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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